三位慢用,断水剑仰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后,也随着水身退出了酒馆。 哇,你看这家伙的样子,有多奸诈。 顾飞深感气愤,很凝重很尴尬,需要一些调节。 其实断水剑和顾飞见鬼一样,是蒙着脸的,样子一说是不成立的。 韩家公子却是一言未发,静静地望着见鬼。 见鬼缓缓捡起水身摔在桌上的蒙面布,细心地叠整齐,放回口袋,站起身深呼吸。 我去洗个脸,对望着他的顾飞和韩家公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后,见鬼独自离开了。 偷鸡不成十八米,韩家公子此时也恢复了常态,嘲弄的口吻对顾飞说着。 王八蛋是有点低估他了,顾飞点头。 如果说水身出现在这里可以当作是一次巧合,但断水剑居然也一起出现,就很不正常。 在树林里,原本是二人跟着断水剑,后来中途放弃,转到酒馆来找韩家公子。 而他们前脚刚到,水身和断水剑,后脚踩之,把他们的话听个正着,这巧合怎么看也是人为制造的。 这家伙早就察觉我们在跟着他,不动声色,直至看到我们有其他举动,立刻叫了水身一通前来,抓了我们个现行。 顾飞断言。 很显然,韩家公子说,他什么都不用说,水身自己听,自己看,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。 但剑鬼分明也是为他好,这点他难道会不明白? 顾飞说。 他当然明白,但他不能忍受剑鬼对断水剑的怀疑,因为他已经当断水剑是兄弟。 韩家公子说。 兄弟,是这么容易就认的吗? 顾飞表示不认同。 不错,这就是这个蠢货最大的缺点,总是随随便便的,就相信别人。 韩家公子说。 幼稚,相当幼稚。 顾飞下平雨,一副老气横丘的样子,说完也是愤然起身。 我去找断水剑,不管其他,先砍了再说。 没用,韩家公子摇头,暴力解决不了这件事,你砍了断水剑,也只能是继续恶化水深和剑鬼的关系。 我知道,我只是说说而已。 顾飞说。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? 其实,我们根本什么也不用做。 韩家公子说。 哦,等到断水剑把他的行会搞得天翻地覆了,那蠢货自然而然就知道他有多白痴了。 韩家公子喝着酒说。 嗯,顾飞点着头,真难得,这次我居然十分认同你的这个方案。 可惜有人不会。 韩家公子说。 监鬼,顾飞意识到了。 韩家公子点头,顾飞沉默。 其实两个人都是蠢货。 韩家公子摇头。 那你说剑鬼现在会去做什么? 顾飞问。 他,现在大概会先去找柯柯吧,别告诉我你们俩搞的这事儿,柯柯完全没有参与。 韩家公子说。 呃,难道还会影响到陆柯和水深的关系? 顾飞说。 现在你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吧? 水深这个家伙,只信断水溅,除此以外谁都不信任吗? 顾飞惊诧。 我说过了吧,这不是信任的问题,只是他厌恶他人对他所认同的朋友怀疑的态度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不能容忍的地方,你们踩中水深的要害了。 韩家公子说。 你这么说来,我越发觉得,断水溅那个家伙的形式完全考虑到了水深的性格。 如果只是随便认识几天的朋友,哪会有这么深的了解? 这家伙,根本就是有备而来,事先就调查清楚了水深这个人可利用的一切地方。 顾飞说。 不错,所以以水深清信别人的性格,遇上这样的家伙,根本就是他的克星,早就被吃得死死的,结局绝对是乖巧的,主动退位让贤,还自以为很美。 韩家公子说。 嗯,然后断水溅大权在握,无论是解散行会还是提人,反正怎么符合他的利益就怎么来,而考虑到许多人遇事都习惯性推卸责任,不管以前是怎么支持断水溅的,这时候自然会去指责把会长位置交给断水溅的水深,毕竟连会长位置都让,信任以他为罪。 顾飞继续假想,千夫所指,韩家公子概括,人静可杀,顾飞补充,感觉是不是很过瘾,韩家公子问,太过瘾了,不过如果是断水溅落得这样的下场,那会更加过瘾,有什么办法没有? 顾飞问道,整人应该是韩家公子的强项啊。 暂时没有,韩家公子如此回答,顾飞很郁闷,其实他想过如影随形地追杀断水溅,杀到这家伙根本没力气实行他的什么计划,然而正如韩家公子所言,这虽然可能阻止了断水溅,但却会强烈恶化水深和溅鬼的关系。 如果水深只是憎恶顾飞,那顾飞倒不怕,关键是,他八成会把见鬼也捎带上,顾飞无法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。 真是麻烦,我去转转。 顾飞叹气起身,坐在酒馆里显然不是个事,再麻烦的事,生活也得继续,游戏当然也得继续。 临阴城边的一棵大树下,见鬼静静地站在树下,脸上的油泥已经洗去,穿过的迷彩装徽章,他都已经整整齐齐地收拾好,不大会儿,陆柯脚步匆匆地从树林里赶了出来。 你说,他已经知道了? 没有心思打招呼,见面后的第一句话,陆柯已经直奔主题。 见鬼点头没有说话,陆柯也沉默了,没有人会比他更熟悉水深,了解水深,他完全预料水深知道这事后会是什么反应,否则的话,他们也没必要私下进行。 完全可以叫上水深,一起对这个新入会的断水箭进行怀疑。 真是麻烦,陆柯终于说话了,玩个破游戏,麻烦事也一堆,他是怎么发现的? 可能是断水箭。 大概是他发现我们两个一直跟着他,所以叫了水深来反跟我们吧。 见鬼也不笨,顾飞含着公子所察觉的事,他也有所推断,只是他不会从最恶毒的角度去想。 他的推断,甚至留有给断水箭解释的余地。 我想也是这家伙在搞鬼,陆柯说,但问题是水深不相信。 见鬼也说,他当然不相信,就算是有证据摆在他眼前,他都有可能会不相信,你应该很清楚的,因为你根本就和他是一样的。 有时候我真搞不懂,你们这样自己欺骗自己的拒绝相信,到底有什么意思?陆柯说。 你不懂,所以你不是我们这种人。 见鬼也说,没时间和你这儿玩深沉,真是烦死了,现在怎么弄? 陆柯说,我先来告诉你一声,他大概会猜到你也有参与的。 见鬼也说,这还用说?看你们的服装,那么到位的化妆? 咦,我辛苦化的妆,你怎么给洗了?陆柯话说一半,居然还留意到了这种事情上。 没用了,当然也就洗了。 真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,那俩徽章呢,可别丢啊,那是大价钱做的。 陆柯说,在这儿呢? 见鬼把徽章和迷彩服都拿给了陆柯。 衣服扔了,看到就烦,没事干呢,告什么丛林作战。 陆柯手一挥。 水深找过你没有? 见鬼问,不知道。 陆柯说,什么时候了还怄气,快想想,怎么解决吧。 见鬼说,谁怄气了? 是真不知道。 你给我消息说水深知道了,我立刻就把他屏蔽了。 这事儿没解决之前,我可不想见到他,烦。 陆柯说,可是该怎么解决呢? 见鬼望天。 就让杭惠被断水剑毁掉吧,让他也长长教训。 陆柯咬牙,这可不对。 见鬼严肃道,杭惠是属于惠离每一个兄弟的,不应该成为牺牲品,不管怎么样,也不能拿杭惠作为赌注。 那还能做什么? 陆柯贪手,见鬼沉默良久,终于下定决心,把断水剑干掉吧。 什么? 陆柯吓了一跳。 他很清楚,这么做意味着什么。 以现在的局势,这等于是与水深决裂,与他们整个行会为敌。 只是不知道这个断水剑被杀多少次才会放弃,如果他真死扛到底的话,以水深的性格一定会为了他一直周旋下去,他如果不消失,哪怕只有十几,也依然是个隐患。 见鬼说。 我问你,你是认真的吗? 陆柯望着见鬼。 我很认真,见鬼回望。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 陆柯说。 知道。 见鬼表情抹过一丝痛苦,这当然意味着他和水深江永远不会再是朋友。 陆柯继续望着他,又是很久的沉默后,把头扭向了一边。 我知道你决定好了的事儿从来没有人能改变,所以你的事儿,你自己拿主意。 我已经拿好了主意,但是你觉得这样做算是有效的办法吗? 见鬼说。 你问我? 陆柯反问。 坦白地回答。 好吧,坦白地回答你,这个办法有效。 陆柯说。 一旦因此而开战,断水剑数次被杀,那么他将属于被行会庇护的可怜虫。 他会失去其他人对他的向往,甚至有的人会因为反复战斗,只为他而对他感到厌烦。 更何况,网游永远要靠等级来说话,太大的差距,人们只会习惯性地将你无视。 这种时候的断水剑,还有什么筹码来捕获行会的人心? 这种方式的方式。